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江湖 那今天來看一下我最喜歡的陸武版武道大數據分析的第四期 那這次一樣感謝我們的網友我們快樂大叔 那他之前的話真的很有心 在我們7月8月10月總共三個月份已經統計了一些陸武版的各伺服系 不管是新中舊的一些伺服系的頂端大佬的武道的一些資訊的一些彙整 像比如說性別啦、小事業的選擇、武學的搭配、武學、內功、輕功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隨從的使用率 那還有把一些各個伺服器的頂端大佬的一些配置然後統計起來給大家做個參考 因為畢竟有些東西強,強的話就是主流 主流的話很多大佬們的一些配置可能就是算是比較Cp值比較高可以穩定的搭配這樣子 那每一期的大概都會隔一兩個月嘛 那每過一兩個月大概都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主流會起來 那會有一些非主流的可能就沒落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其實在我們國際服來說 其實目前我們國際服的進度大概也慢慢追上我們陸版的啦 大概都已經開放了嘛 這次已經開放了桃花屋 然後也開放了很多正派內功 然後輕功這些大概都有已經開放了 像天原落相也開放了 所以目前來說國際服只是比陸服大概晚了培養的時間啦 但是目前該開放的大概都有開放的這樣子 那所以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也會把這個連結給就是放在那個說明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我是覺得像如果你是不打舞蹈的玩家 是可能沒什麼差別 但是像我們喜歡打舞蹈的就會覺得說 欸哪個小吃力可能突然變強 那哪一個就是怎麼樣搭配的內功 然後怎麼樣搭配的武學 然後可以變得更強然後都會去鑽研這些東西 雖然說他可能配法會比較固定一點 但是可能偶爾還是會有一些新式的一些配法會崛起這樣子 OK那這次一樣感謝我們快樂大叔 那來看一下他的內容好了 我大概有就是快速大家看一下 那從一開始的時候第一期的時候就是我們7月份 我們國際服剛開的時候 那個時候看到他第一期整理 那個時候還是只有三個伺服器的大佬 他整理三個伺服器的大佬 大概一伏四伏跟十伏我記得 那後來8月跟10月陸續加了一些5伏啦13伏 大概就是把一些新的伺服器跟舊的伺服器 還有一些中等伺服器開放的時間不同 每個伺服器的一些生態都不太一樣 那這次的話他更有心 他這次總共同等了8個伺服器的一個資料 那大概都是會整大概都是100多個人這樣子 那他是說做一些客觀的一些事實研究 就是哪些大佬用哪些武學配哪些隨從 那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這樣子 OK那這個也不用就是很多人會一些 比戰啊或者是一些的 其實也不用因為大家都是 他算是一個大數據的會整啊 那當然有些人練特別強 那你用的陣容跟他一樣但是不強 那就是你的練度的問題 或者是你的一些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秘技 因為他這個沒有講到秘技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練度 比如說你的筋脈 可以漏差別這樣子 OK 那來看一下吧 那快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 這次的統整的那個介紹 那他這次比較忙 所以他 統整了8個吃武器 1 2 5 6 9 10 13 14 以往的話我記得好像只有1 5 10吧 然後到1 之後有多1 5 9 13這樣子 那這次的話他統整8個 總共人數是121人 所以你來會看到他總共人數 整個的統整的那個數量是121人這樣子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講一下性別小失利啊 主角的一些分析 然後再來一些隨從啊 攻法常用的一些什麼搭配這樣子 好 那男女比例的話這個沒什麼差別啦 就是大概男生可能多一點吧 武俠類的遊戲這樣子 這個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關係這樣子 OK 那表的話是在這一張 這張的話可以看到 我們8個吃武器 然後聚恩格跟六三門分男女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說 人數來說啦 5比5啦 就差不多啦 就55波 所以六三門跟聚恩格 喜歡的人都還是一樣 反正聚恩格就是劍跟拳 六三門就是刀跟棍 最主要是以你喜歡的武學來說啦 像我是喜歡江哥嘛 那江哥的話就是劍 所以我就是選聚恩格 殺手組織我也喜歡 那我現在想要 棍跟刀比較強的就選六三門這樣子 OK 這是一些 小事宜的一些選擇 所以其實沒什麼差別 看個人的喜好 那這樣 花園十一界也是很多 那小江的 就是江哥啦 那也沒有什麼 極端的表現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一下 這個就開始比較重要了 這是主角的一個武學搭配 主角的功法選擇啦 應該說主角 目前大家都可以判門嘛 那就是看你個人喜歡 選擇哪一方的勢力 那可以看到 我們花園十一 花園券一百二十一個人裡面 佔了三十六個人 簡單說佔了三成 三成的人都是用花園十一件 這就不分男女了啦 就是以總人數來看 然後再來是我們紫陽萬道拳 紫陽萬道拳的話 就是太乙王八拳 然後也是差不多佔了二十個人 所以佔了差不多17% 簡單說 這個遊戲裡面太乙齁齁 太乙劍跟太乙拳就佔了快 快五十%的人 所以這個遊戲太乙真的 不會是養老的一個組織 所以 最常用的武學來說 太乙的前兩名就是都是太乙的 再來再來兩件點 就是我們之後要開放的那個劍王格 然後這個的話是大概12% 再來是我們那個大光明神拳 大光明神拳可以看到 老服玩大光明的人比較多 心服倒是少了一點這樣 那中間服比較少 大光明神拳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那個特效真的不錯 但是 那個巨漆真的 真的還是要練一下這樣子 真的 使用強度也很夠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七星劍金一樣 大概8% 然後再來就是比較少的 武傷就是我們的靈月嘛 然後再來是蒼狼 天刀 夢棍 妹妹拳 然後 追夢神拳 追夢神拳一般是給隨從練啦 下面的話就不用看了 天罡劍子決 天罡劍子我沒有想到人這麼少 是因為他的那個傷害算夠 但是可能控制比較少吧 那最主要的話還是我們的那個啦 太乙劍跟紫陽萬道拳 還是站在我們的那個頂端 那男角來說都是學拳 紫陽萬道拳占30% 光明神拳占21% 就占了50% 那女角的話可以看到 化拳11劍 光化拳11劍就占了50%了 所以你就看到說 那個女角來說 一般都是以化拳為主 男角都是學拳為主 就是紫陽萬道拳跟大光明神拳 其他的話就看個人 那因為 女角不能加那個嘛 不能加少林嘛 男角不能加那個武傷嘛 所以就加林月嘛 簡單說大概的分法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簡單說 他就說 女號玩化拳 男號玩打拳這樣子 這個是 一個統計的一個配法 所以男號來說 如果你不玩劍的話 玩拳比較多啦 蒼狼啊 天刀啊 還是有 只是不多 那個數量是比較稀少一點這樣 女角的話 好像也沒有天刀 蒼狼有兩個啦 但是沒有天刀 那都集中在太乙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從現在開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我到底要練哪個水蟲 到底哪個水蟲使用率比較高 到底我練哪一個比較不會虧 不會練到最後之後放棄掉 我整個資源都浪費掉 那武學的話 到底有哪一些是比較實用的武學 那在我們第二頁的話 會全部把它介紹一下這樣子 OK 那這是這一次整個 就是第四期的一個 水蟲使用率的一個 實用性的搭配 簡單說來看一下吧 第一名 他的第一梯是 我們三哥 一技絕成 沒錯 這個遊戲三號前 幾乎可以當作主角 他的強度真的是媲美主角 所以你能看到 總共121個人 然後總共有三個水蟲嘛 就是363 363個水蟲裡面來說 三哥占了93% 100個人裡面就是93個人 有在用三號前 那不用想了 你不管是男角女角 男角女角 然後你不管是有客無客 建議一下三號前 弄出來會比較輕鬆一點 這個還不錯 那個絕對不會讓你虧 那第二提示就不用說了 我們李神哥嘛 李商隱嘛 因為我們每次排 隨從 使用率最高的前三名 就是我們李商隱 那就是我們國家隊 為什麼叫國家隊 就是使用率最高的 然後那個李神哥 李神哥天賦OK 然後最主要是 字質也都OK 最主要是顏值也夠 那真金不怕火鍊 大浪之後顯現我們的英雄本色 沒錯 就是我們的帥哥李神哥 那也是占了74% 也很多 74% 四個人就有三個人有用他 然後再來第三提示就是我們姜哥啦 讀書一格 拘魂格有大概將近六成的有選擇他 我也是因為有姜哥我才選拘魂格 如果沒有姜哥的話 其實我不一定會選拘魂格 我選拘魂格 只是為了玩姜哥 又覺得他殺手的那個氣息很帥 那姜哥的使用率很高 大概是26% 占第三名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人家說 你不管元寶要買什麼東西 第一個先買商 第二個先買李 那李不買也沒關係 但是商贏一定要買 你看商禮的使用率 一個占7乘5 一個占9乘3 那到後面第三名就直接掉到 那個兩成六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個遊戲的那個第三名的水從開始 其實是非必 非必要啦 就是可替換 前兩名是比較不可替換的這樣子 那如果當然你要選拳女角也是OK啦 那姜哥的話 姜劍啊 然後林雙姜都很強 所以姜哥的話還是很不錯的 他的那個天賦來說 有引申到還是不錯用 再來我們比較 最讓我意外的就是我們夢刀 我們那個夢想 真的 如果你是無科玩家的話 強烈建議一下 夢想哥一定要練 他是你 大概無科玩家 你可以拿到的角色裡面來說 傷害真的是數一數二的 練得好的話 可以媲美 傷哥真的都是有機會的 夢想哥真的很不錯 六三門裡面的話 還是滿頓選擇他的 然後他的 天賦來說也是很OK 所以夢想哥占我們的 免費角 前面裡面除了姜哥 是勢力角之外 唯一可以進到我們前 前五名前六名的免費角 就只有夢想哥 他那個使用率占到12% 免費角也可以進到12% 其實很強 因為頂尖的大佬 其實大概都選元寶角居多 能讓一些大佬們選夢想 其實他的攻擊還是很OK的 好 再來的話 第五T4開始就是一些替代性 然後這些功能型的角色的一些替換 像我們的火攻老生 然後月榮 桃花 林煙跟蕭沛影 這些東西都是看個人的隊伍搭配 有些人比較喜歡 核彈流 一刀砍下去破招架很強 就選桃花 那如果你想要那個劍 就是 劍水很強 然後可以一打全撲 就選月榮 如果你缺個 超級坦的一個 就選你那個 那個老生 那如果你缺了一個拳 然後缺了一個輔助 幫你上buff的 就選林煙 那如果你想要玩四棍啊 四拳啊 四劍啊 你就選蕭沛影這樣子 這都是一些替代的一些功能角 看你的隊伍的一些搭配選擇 所以他們使用力就差不多 都差不多十幾% 再來的話其他就是 其他就是隨便 你看連陶哥 陶哥都有人上 中午月也有人上 那樣子 那他說最佳新人的話 就是蕭沛影跟烏靈兒 這兩個烏靈兒是意外性比較高 他的那個替身骨啊 那些亂七八糟的骨真的很強 但是他比較不穩定 所以要靠大佬的一些養成 會比較好一點 蕭沛影的話就是四棍四槍這些 這些特殊的一些配法 然後搭配上大佬的一些機體 那會有還不錯強 那他這邊有提到啦 我們柳如意 他說即將退場是柳如意 因為真的除了好看之外 好像他們是說路板好像 是因為柳如意的體質比較差嘛 很多人是比較 就是比較看清他的體質 因為他體質 他天賦很強 他補血很高 但是他的體質很差 所以可能撐不太住這樣子 那 被我們里哥跟我們的那個502 然後全面演壓這樣子 那 也沒關係 也像我們那個 我們蘭大的柳派 其實柳如意練到強也是蠻強的這樣 也是看個人的 柳如意還是有大概6%這樣子 然後這是隨從的一個選擇 然後這是蕭沛影的一個 一個使用 蕭沛影的功能性真的很強 4個 4個武器用在一起的時候 明顯那個使用率真的明顯提升 他的那個buff真的加得非常的高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這需要配贏 再來我們最重要的 那個 3個 套路 內弓跟輕弓 現在從套路開始看 我們套路的話 最常用的不用說 我們最常用的第一個就是無瑕棍 無瑕棍是這個遊戲裡面來說 真的是非常 因為這個東西太強 導致每個人的隊伍裡面 一定會有個棍水這樣子 你不用棍水 你就是會很辛苦 那他就是在我們那個 武學裡面的三號前 就算94%無瑕棍 你不管哪一個角色 哪個配法 精英還叫一隻棍水 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名 就是我們的最夢神犬 從我們第10月份 第三季開始開放之後 我們最全前緣 林波里 喔真的是強 最全配上我們的 那個李承哥 真的 他讓你密使 然後他招架又強 然後他的那個一些 林林寇寇的一些 debuff的效果很強 那配合 李承哥的那個喝醉酒的那個東西 還加閃避 喔真的是很無恥 所以 李拳導致 開使用率開始明顯的大幅上 早期 第一期跟第二期 最夢神犬還沒有到 特別突出 但是到第三期開始 都整個暴增這樣子 再來 那個第三名第四名差不多 幻影跟希子 那使用率的話都差不多 都是大概兩成多 那我個人是喜歡希子劍 因為希子劍 然後他可以騷籃 他打全體 他很爽 但是希子劍最大的缺點就是 你只要被招架 真的很痛苦 你只要被招架 希子劍就跟那個 平A是差不了多少的 那個傷害真的是低的可憐 但是他如果沒有被招架的話 他的傷害 跟他的騷籃的效果 是很OK的 那幻影的話 就是比較穩定 他只要被閃避 他只要被招架 他會開一開 二段的那個 追加傷害 所以很多大佬 PK的話 一般是追求穩定 除非你是比較像賭狗的方式 就是你可能要賭一下 你的希子劍可以燒到藍 你的希子劍不會被招架 那就OK 那幻影劍的話 穩定 你只要被招架被閃避 你都可以追加 那傷害是 至少是 不會收容差太多 你的那個翻船率會比較差 會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那六三門的話 可以玩五玉 那五玉劍派 我是覺得 傷害真的是不如前面這兩個 OK 那再來的話 這零雙槍跟太虛刀 一樣是在我們第三提示 跟第四提示 那零雙槍 不用說了 零雙槍 算是我們這個遊戲來說 最後大概也 煙王府了嗎 大概也是很強的一個槍法 穿後排 很強 然後還有他那個音效 再來太虛刀 算說是早期拿到一個刀 但是太虛刀真的是好用 內襲刀 穿後排 然後還可以再加暴擊 天啊 而且是免費的 這個太虛刀真的是非常好用 到現在我還是用太虛刀 其實有破風我還是用太虛 然後烈羊掌是一個出席電檔的那個 自從有罪夢神拳之後 烈羊掌大概就是過渡時期用 那個東西大概 你大概八九時期 大概就會換掉了吧 等你罪夢神拳拿到 有些人可能五毒掌拿到 就會把烈羊掌換掉了 然後再來是破風 破風跟太虛 反正就是刀法裡面最強的兩個 一個生法刀 一個內襲刀 看你個人喜歡哪一種 那單體的話 殺很強 穿後排的話太虛不錯 那五月劍派也是有人用 那我覺得還是西子跟那個 幻影無形劍會比較強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巨龍格的話 就是西子 然後星陰啊 竹龍啊 這些都是比較後面提示其他啦 所以前面來說這個遊戲 他已經幫你列好了 這幾個武學 大概就是這個遊戲最強的武學 這幾個了 那個烏俠棍 他講的是野外啦 就是隨從的一個攻法 烏俠棍 追風神拳 幻影刀 西子劍 零雙槍 太虛刀 烈羊掌 破風跟五月 這幾個大概就是你隨從 最強的幾個來搭配 那剩下的話就看個人的一些選擇 有些人喜歡秘鐘 有些人喜歡那什麼秀春刀 這樣會哦 回風五流劍也不錯 你喜歡那個鴨血這樣的話 回風五流劍也不錯 然後竹龍 如果你是四棍隊的話 也會用竹龍這樣子 OK 給大家做個參考 前面這就是一些 常用的一些武學啦 那強度的話 也是受到一些大佬的認可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 他有講說 這個西子 既然被招架的話很難混 那 那個烈羊掌已經被打到垃圾啦 最懸的話 真的是還是強這樣子 最懸最好搭配就是前緣 那前緣的話 然後再搭配凌波 然後再配里承哥 就是超強 那他的隊友的話 就是無瑕配萬象 那就是一個印 然後一個幫你用 debuff跟閃避 這樣 很無恥的一個兩個搭配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內弓 隨從內弓選擇 隨從內弓選擇 第一名不用說 一定是畢波 這個東西花了你那麼多錢 總該強一點了吧 畢波使用率九成二 那個真的是超強 那個 內弓的三號錢 畢波 用後排的一個 輸出的一個 內弓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強 而且他的巨系很好用 你要配畢波 一定配鬼脈 然後讓你的巨系變高 讓你的打的 那個放招式的 那個速度可以快一點 像我那個 姜哥就是用他 或者是有些人 有些人三號錢 也會洗畢波 那個雙波 那個無瑕雙波 傷這樣子 也是有 那看個人的喜好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萬象啊 前緣 布天歌 這三個 算是 僅次於 畢波的一個常用的 萬象嘛 無瑕萬象傷 這個萬象也是坦的一個 那個 那個 被打 然後免傷月高 前緣弓 補血 李承哥的補血 然後布天歌也是一個 如果看個人啊 刀水 好像是那些 其實布天的話 他的那個坦度也是很夠的 這樣子 第二T4很強 就是這些 再來 常生爵 如果你學了 那個 柳如意的話 可以補血來說 常生爵還是很不錯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 龍象 龍象的話 看個人 他是個早期 很容易拿到 然後使用率很高 到現在我的 傷哥還是用他 他跟萬象 兩個人互換這樣子 然後再來 玄秉金 玄秉金 如果你是 居風格的話 如果你的碧波 玄秉金有人用了 那你還想要用一個 陰的內功的話 玄秉金還是很不錯用 再來九轉 九轉的話 有時候會有奇效 爬起來之後 多撐一回合 有時候就可以翻盤 那看個人這樣子 OK 這是前面的一些 常用的 碧波 萬象 前緣 然後長生 布天 龍象 那九轉 然後玄秉金這樣子 那 青蛾啊 雪魔啊 這就是比較少啦 比較一些特殊的一些玩法 好 再來是 最後是輕功 輕功的話 不用說啦 這個遊戲 他就覺得 這個遊戲的輕功 隨從輕功 只有四個 凌波 升空型 天原弱 跟幽行步 這四個 這四個以外 都叫其他 簡單說 就是你一定會把他換掉的 那凌波不用說啦 這個遊戲的 非常無恥的一個 那個 每次只要跟凌波打 兩回合一定是 絕對閃避 真的是非常的機車 那但是 有些大佬 機體硬的話 你還是可以登頂 但是難度會大 非常的多 那四本有效的 就是主角之外的話 那個 那個 凌波 天原弱 跟升空型 然後 幽行步的話也不錯 那之後他們說 算說是會換掉啦 但是我覺得 幽行步還是很好用的 那個 早期的時候 幽行步的使用率 比凌波還高 因為凌波 你要湊得到嘛 但是 幽行步是每個人都有這樣子 那 從這邊開始之後 使用率就大幅的降低 天魔舞啦 鬼 鬼蟻啦 什麼梅花 現在還有人家用梅花 踏浪 還有人家用踏浪 這些 電檔用的一些武學 那 前面這四個 就是隨從用的一個 輕功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這一次的話 就是 他只有統計這些啦 他沒有統計 像之前 商哥啦 里程哥啦 比較常用的 那個武學搭配這樣子 那也沒關係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哪一些武學 哪一些內功 然後哪一些輕功 的隨從的使用率 是最高的 那 你學這些武學 至少都不會虧你的閱歷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直接上這個 來看一下 他們的那個 講解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那今天沒名字 我喜歡支持一下 我是懸牢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